即使只有一根弦 依然可以普出动人的乐章 即使只有一颗气球 依然可以带你到很远很高的地方 即使这个家不一定华丽 但是我们爱上这一家 爱上这一家 爱上这一家 爱到这一家 怎么 你不要说一次 地个亮啊 地个亮 今天不是来搞笑 今天来 學台语 講台语 台语也会通 今天小桃子最会讲的一句台语 來 1 2 3 鬆到你 感到我 我翻译一下 鬆到你 感到我 對... 今天她的关键句 講了六七次我耳朵都快爛掉了 真的太好笑了 她觉得很好笑 其实每一个文化背景的人 都有一定的语感 是 听到不一样的语言的时候 有时候很好笑 而且有时候听那个台语的歌 那种就是很感心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台语有台语的解墩 那尤其我們新一鳴的姐妹 很多人她不是住到大都會地區 對 住在鄉下的 那非都會地區有很多 就講台語啦 或者講哈發啦 哈發 然後客家話又有很多種 是 所以呢 新一鳴的這個... 這個姐妹們 其實她也面臨說 她怎麼樣就跟自己的這個 長輩們共同 我知道 直接跟婆婆學最快 是啊 生活純齒相依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找了兩對 兩對 婆媳 模範婆媳 模範婆媳 好 我們今天邀請 來自大陸的陳桂美 嗨 大家好 主婦好 觀眾朋友好 和她的婆婆 黃流石 大家好 黃流石 陳桂美 來自大陸貴州 黃流石 70歲 妳好 來自印尼的謝孟茵 大家好 來自印尼的謝孟茵 和她的婆婆莊成桂 你好 婆婆妳好 謝孟茵來自印尼 莊成桂美 莊成桂 今年60歲 這是兩對婆婆 某種程度上 我左手邊這一位呢 她也是大家 新住民姊妹的這個大家 大家 幫著大家在打理生活上 點點滴滴 照顧大家就對了 照顧大家 照顧大家 這是我們婚姻官 關懷協會的督導 黃玉廷 黃小姐 好 姊姨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黃玉廷 雲林縣新住民 關懷協會督導 在雲林縣啊 做這個督導的工作 其實喔 跟在都會區做的 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有時候還碰到一些 這個語言上的啊 或者是其他文化上的差異 在都會地區會更多 比都會地區更多 所以我們今天的特別呢 從台語這個面向切進去 說台語也會通 貴美 妳怎麼都學台語的 因為怎麼講 因為我剛嫁過來的時候 婆婆是完全不懂國語 我是完全不懂台語 但是為了就是說 我們兩個就是 家裡面只有我們兩個女人 就是要溝通的話就可以 就慢慢學 但是剛開始學是看電視 電視都看台語的電視 或者聽歌就... 還有電戲喔 對 還學台語 對 然後再聽歌也聽台語的 然後再看婆婆講什麼 再去對照電視上面的 這樣還滿快學的 是 這樣差不多可以 剛剛開始不能溝通 是什麼樣的程度的不能溝通 幾乎我講什麼她都聽不懂 她講什麼我也聽不懂 媽媽 我給妳請教妳喔 初初是喔 這個媳婦來到妳家的時候 想說 我來講什麼都聽不懂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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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要怎麼做 那學姬童也要講啦 我做一行就跟她說 這個怎麼做 對 能夠逼... 沒有 跟她說這個怎麼做 她看就知道了 是 我的身部很聰明 看就知道怎麼做 好家宅 好家宅 這身部很好 對 我很好 對 她怎麼對妳好 對啊 飯煮的時候就跟媽媽來吃飯 對 對 一禮就跟我想媽媽我來洗 這樣喔 這樣喔 照顧阿嬤 迷不及了 對 她對我很好 不錯啊 她在學台語的過程當中 妳怎麼有什麼 比較巧克的事情 這樣啊 但是她說我聽不懂 聽不懂我就說 都聽不懂 問我好事 沒有啦 我不會去啦 我問我好事 我說阿嬤小美是在說什麼 我們年輕人就幫她改水 改水說她在說什麼 但是妳年輕人不在家 不在家沒關係啦 她說我就跟她說我聽不懂 她就說做這個怎麼啦 她就... 用壁 小美給我們講一個例子看看 假如她那個什麼 假如她要叫妳洗米對不對 然後她就會去那個米缸旁邊 就比一下這個米 然後再拿一個鍋子 然後這樣子露一露 然後說這樣子... 就說等一下吃飯... 然後... 然後我就大概就知道說 看米是生的啊 就知道說 大概是要叫我煮飯 有沒有溝通錯誤的時候 要是我可能沒那麼聰明耶 我耶 也是有溝通過什麼 譬如說什麼 就像有時候洗菜有沒有 因為... 因為以前在家的時候 家務比較少做啦 然後可能洗菜方面 就不是很厲害 然後我婆婆就告訴我 有一次她那個什麼 那種叫做童蒿 童蒿有沒有 那個不能很大力洗對不對 我婆婆就把它拿到旁邊 就叫我說 這個啊 就這樣拉... 就用手在裡面轉... 然後就走了 然後她走以後 我就拿手也在裡面 一直轉... 妳這就在拉她 不知道拉爛了 我不知道拉什麼 不行啦 後面就把那個菜 拉... 難怪 對 童蒿台語叫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打沒菜 打沒菜 對喔 就是很怕菜 還沒煮的時候一大堆 煮了以後剩下這麼小 然後呢 先生或者是大家就說 你偷吃 打你 所以打沒菜 對 妳是拉沒菜 拉沒菜 拉沒菜 長蚵仔 長蚵仔做的一粗粗粗粗粗粗 對啊... 對啊 要輕輕的洗就好了 對啊 但是阿嬤 妳學到阿嬤 會聽到有國語嗎 對 稍微看 稍微看 稍微看她 聽到沒有話說 說出來很矮叫啦 聽到沒有什麼話說 就像我一樣 音樂不會過 但是流流聽到有了 對 流流聽到有了 不然有生意啊 什麼 媳婦在妳說話 妳也有聽一句嗎 有啊... 真好耶 媳婦對我很好耶 對啊 主要吃飯啊 煮飯啊 給妳學生了 對... 煮飯啊 帶妳來吃粿嗎 對啊... 小美妳就帶... 對啊 小美 她要帶我去吃雞啊 帶婆婆去街上去 去逛逛 有啊 因為婆婆我們家就 環境不是非常好啦 所以婆婆本身都在鄉下都是做餐 就是做那個山上割筍子 所以她要去外面的機會也很少 不多 對 所以我跟我老公 偶爾就會帶她去吃吃牛排啊 或者去逛逛夜市啊 吃牛排啊 吃牛排啊 是妳好心以前不能帶妳去吃牛排 就對了 沒有啦 她以前是... 沒有帶婆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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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都在家裡都在家裡 在家裡都在家裡 對嗎 有啊... 有啊... 是 有啊... 如果要給妳打分數 這個媳婦給妳打幾點 有 不是啊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的媳婦 對 阿上 我要客氣一下喔 看她聽到有嗎 好 掛孫子 有啊 掛孫子會聽到 這個我們家就很多啊 兩個都去掛孫子 她也對她去掛孫子 她也對她去掛孫子 她也要背孫子 她也要刮 是 她妹妹也要刮 孫頭也要處理 她比較不會背 比較不會背 我全部都是妳做 她要刮 比較不會背 打孫子 我沒有打孫子 我都不會 妳都親愛的去 我都背一背 整齊齊讓人家做孫療 讓人家灑灑的做孫療 這樣孫療不會療 所以其實小美 她是完全融入了 苦坑的生活耶 對 很不簡單 妳還習慣嗎 她是都要做 對 要做 很會做 是 她妹妹很會做 妹妹也嫁來 妹妹嫁我... 嫁我女兒 這樣啊 這位要做黨才啊 是 那妳有辦啦 除了婆婆之外還有妹妹 對 妹妹現在也開始學台語嗎 會講一些學 妹妹也講台語 妳可以教她嗎 對 我婆婆也很會教 婆婆當然看得出來 好 她很會教她 好 她很會教她 好 她很會教她 好 她妹妹也做得很好 那這樣好 兄弟變成大小姐 對 真的 這很好 真有趣 出來我都跟長度女兒 是 出來都跟長度女兒就對了 對 這麼好 對啦 我帶這位媳婦 帶兩位媳婦很好 對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來問夢英好了 下段節目 來自印尼的夢英 分享她跟婆婆相處的點點滴滴 那個婆婆就跟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新印尼姐妹就說 妳去煮那個菜龜 菜龜 菜龜 菜龜煮蛤 然後她聽不懂 她想說 阿嬤在睡 那為什麼會叫阿嬤來 就是用菜龜去跟阿嬤煮 那什麼東西 我來自殺 不懂 那你不用再誤會 這一次 就不要再誤會 يا小姐 我來自殺 那你不懂 你不懂 那你不懂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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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問夢英豪了 剛過來的時候 都是像桂米這樣子嘛 什麼都不懂 本身是那個印尼的華僑 客家人 對 客家人 對 然後剛過來的時候 那個國也不會 台業也不會 比手發酵啊 是用比的 也是比手發酵 對 真的是手語 對 阿桑 醜醜的感覺 阿桑 妳老婆帶這個媽媽 妳如果知道這個一年 可能演技不通 妳心理想的準備是什麼 我老公說他 我不會 阿姨說我問我老公 我們在公社就跟他講 最同業這樣 對 我老公很同業 師父 阿姨說 阿姨說 哪有哪有 台語很好講 就要 有哪有多久跟妳這樣 有不...有不多久 一陣子就可以了 一年 因為我是滿滿一年 對 一陣子就要講台語了 剛過來的時候慢慢聽得懂 但是不敢開口講 一年以後開口講 blah blah一直出來了 都不用再講這種話 很多人都講出來 開始熟悉了 對 他來的時候 在學校別人 在做別人 我們家在樓邊 上樓邊 很高樓 現在還在主持 講台語裡沒有朋友說了 很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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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客規定要吃什麼 吃什麼都知道 都聽得有 誰都歡迎 對啊 他都知道 他飯 烤肉飯 白骨飯 白骨麵 白骨麵 或是雞肉飯 蛋就有了 要做什麼都要做 什麼都要做耶 都要做 孟姨妳嫁來的時候 妳剛剛還沒嫁來的時候 妳有意識到說 妳都要做這些事情 妳要做這些適應嗎 沒想到 沒想到 剛才過來的時候 沒想到那麼多 但是 當我們踏入那個社會以後 剛過來 就怎麼這樣 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然後我在生活下去 要往前走 一定要 學什麼國語啦 他語啦 說語什麼都要學啊 對啊 要適應這邊的生活 對啊 那如何克服那個害怕呢 害怕喔 如果我 我本身的話 我很害怕的話 我是會寫那個 我會拿一本那個筆記本 屬於寄的筆記本 我會想 我今天要怎麼做 我一直把他寫上去 對 如果我 剛過來的時候 沒有跟人家溝通 沒有辦法溝通吧 如果不舒服的話 不高興的話 什麼都用寫的 我用罵誰 我就寫上去 妳剛剛開始有沒有什麼 覺得 像剛剛他 洗菜洗到整個都故意 就把它拉 妳有碰到這種事嗎 就比較比較 我現在沒有 原因喔 看他有做的這種事 我比較沒有 我比較沒有 對 因為我剛剛過來的時候 比手畫腳 但是我婆婆會跟我說 這個要怎麼樣 它比較慢啦 結果我的時候比較慢一點 一步一步來 對 有初初開始 妳有這樣 受五次的地方嗎 我不會... 她為什麼 受五次的地方喔 有五次 有沒有 妳是從語言通的方面嗎 對啊 有五次說 她怎麼會在結棋 其實她不是在結棋 對 那不是這種情形嗎 她... 她... 有時候會去洗茶一半半 都會啦 這樣啦 大家都有一個洗茶 那時候是怎麼看 妳那時候是怎麼講 還是說... 我沒有講 自己想就好了啦 過就好了啦 這樣啦 對啊 這大家有讚耶 過就好了喔 這大家有讚 我也有洗茶 我也有啊 妳也有喔 那孟姨妳那時候怎麼辦 我啊 也是... 打得有勝貼 不用這麼說 比較省耶... 對 比較省耶 當時時間過了就好了 對 這樣就好了 對... 沒問題 我感覺小時候我們大了 不小啦 一天一天老了對不對 對 我以前不是年輕人 現在就老了對不對 對 可能我們家裡大了 就要老了 時間過了很快 所以啊 你看喔 這個我要問一下這個大家的大家 就是看起來... 問一下玉婷好了 對 阿上他們講的這些道理 其實聽起來都好像很簡單 生活裡的實踐其實是困難的 每天每天結結實實 尤其是語言 對 玉婷妳怎麼看 他們兩個 其實喔 他們跨海進入這個婚姻 他們本身就是一個很勇敢的特質 會決定 所以他們進到那個生活裡面 他們就會去發揮自己的潛能 去應付這樣的一個生活 做這樣的一個適應 那我那時候 就是因為那個我們協會有承接 那個外配中心的那個業務 那時候我就是一直在 將外配中心建構成為他們的娘家 所以外配姐妹喔 常常都會跑到中心來 她在生活裡面有遇到 一些所謂的喜怒哀樂 有趣的啦 痛苦的啦 都會來找我聊 那其實在那樣的一個過程喔 說真的喔 在那個過程聽他們在講喔 有時候你就會真的喔 那種感覺會啼笑皆非 你會笑得比他們還大聲 因為那個語言... 公姐來笑話嘛 就像說我服務的那個 有一個那個柬埔寨的那個... 姊妹 她就是剛來的時候 婆婆也是年紀很大 只會講台語 那不會講國語 那家裡面是三代同堂 有公公婆婆還有阿祖 那個喔 然後還有她媽媽喔 那因為剛來的時候喔 媽媽會叫她說 用台語說 你...你我公來喔 那她就會聽什麼 我什麼公 你我公來 你我公拿碗公 對 然後她就會去拿盤子來 那婆婆說不是那個 然後就把她拉到那個 那邊去跟她講 那有一次最好笑的是 因為鄉下就會有那個 我們那邊也有種那個絲瓜嘛 菜圭嘛 就是豆漏有一個某區種那個絲瓜很多 那有一道菜 滿好的就是絲瓜煮那個蛤蜊 蛤蜊 對 然後那個婆婆就跟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新一名姐妹就說 你去煮那個菜圖喔 菜圖...菜圖煮蛤蟎 然後她聽不懂嘛 她想說 阿嬤在睡 那為什麼會叫阿嬤... 就是用菜圖去把阿嬤煮 她說阿嬤是人耶 阿嬤是人耶 阿嬤是人耶 阿怎麼會在菜圖煮 她聽得很恐怖 她就說怎麼會是這樣 要殺人喔 對 然後我就說問她說 阿妳怎麼處理這個 我就聽不懂 我想說怎麼會去煮阿嬤呢 我就不去煮她了 我就自己去煮菜圖就好了 就... 對 對 那個生活的那個細節 那包括還有一個 我們越南籍的那個姐妹 也很可愛 就是她跟婆婆也是語言不同嘛 也是台語嘛 然後她就...就是... 就是按照自己某國喔 越南籍 她就自己煮那個口味嘛 她就想說煮醬就對了 就是辣椒 還有那個鹽重口味 對 魚露 然後那個台灣人吃不慣嘛 然後煮...煮完了以後 那個婆婆一直問說 那是剛才一個小孩 那個牙毛怎麼像不洗 怎麼有那個鼻子這樣 對... 對... 然後後來在吃的時候嘛 她就弄起來吃 一吃喔 好夾喔 不是 是 越南媳婦與台灣婆婆 究竟發生什麼事 讓人啼笑皆非呢 她都是把這個家照顧得很好 她從小都是... 增加人嘛 去古巡仔啦 去做工具啦 然後就是一家都照顧得好洗好洗這樣 對 不然她也想要去做工具喔 像現在不是冬天不是說 寒流回來嘛 寒流回來 三幾個晚上四點半三點半 人家就說 媽你坐很快你怎麼出門好嗎 結果三點半四點半 人家可以逃跑出去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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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自己有餘先 好假喔 那麼不是 眼淚掉下來 因為很辣 很辣 然後又很鹹 然後他吃了一口他就不敢吃 然後就趕快去廚房 趕快找那個辣椒 還有那個鹽巴 拿來跟媳婦說 這個 這個 她說這個 一個豬豬 兩次就這個 辣椒說這個 不好 就這樣溝通 你知道嗎 那婆婆也就是 那個生活適應的部分 會帶她去市場 跟她說要怎麼買菜 就帶她去 帶了兩三次以後 她覺得應該可以讓她去買了 然後就錢拿給媳婦 然後媳婦就到街上去 因為越南幣跟我們台幣 幣子不一樣 對 她就用那個越南幣的那個概念 然後她就去那個豬肉攤 去找老闆 就跟老闆說 老闆 我買豬肉 買10塊 妳還要給我切掉 切一切 妳知道喔 那個10塊越幣 不然10塊台幣就越南幣的那個 她就以為這樣 因為我們鄉下人 就是大家都認識 人情味很濃 那個豬飯的... 還是切給她 對 豬飯的老闆就在那邊笑 然後就切給她 然後她就很高興說 我拿了那一... 10塊這麼多 對 她拿回去煮了三道菜 然後還有一次 婆婆買那個牡蠣 牡蠣回來說 叫她洗洗 然後她就洗嘛 奇怪 怎麼都滑不溜溜的 好像都洗不乾淨 齁 開始一次不行兩次 一直洗 一直... 一直弄弄弄 那個越洗越髒喔 對 就是又洗 那個黑色的東西一直出來嘛 她就覺得 怎麼都洗不乾淨 一直弄弄弄弄到最後 那個白白那些都沒了 都沒了 就只剩下一點點 然後婆婆進來一看 哇 差點溫到 那個... 有沒有 鵝仔洗得很清洗 就...就沒了嘛 洗得一眉眉 就沒了嘛 對啊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會覺得說 大陸好像跟我們語言可以通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那個大陸姐妹她說 就是因為鄉下人喔 講話都比較粗糙這樣 就是會有那個口頭禪 那有那個什麼公公喔 有時候講一講...講什麼 她就說 腳痠啊 然後她就聽 奇怪 公公為什麼一天到晚 一直在講腳痠 然後她就想說 公公應該很喜歡吃某種東西 然後有一天她就很賢慧 她就跑到市場去 她就買了一大包回來滷 然後有一天就是滷好了 然後公公回來 欸 發現說 什麼 你吃什麼 廚房怎麼一大鍋 這麼大鍋的東西 那個媳婦就跟她說 妳米很愛吃 我都常常聽妳講腳痠 然後我們也以為說 咖哲是那個雞屁股 可是不是耶 那個在大陸有某一個省份的方言 咖哲是雞腳 所以她就是... 雞腳 對 她就去買了很多的雞腳回來滷 那個文化差異有很多的東西 在生活裡面 有時候是潤滑劑 對 製造很多的效果 是生活的潤滑劑 有時候是溝通這樣 對... 好 我們來問問看婆婆 問一下貴美好了 在婆婆的旁邊學到些什麼東西呢 在她身上喔 學到還滿多的耶 像什麼東西 因為 我們家是... 說起來我們貴州的家是很自由的 因為就是... 媽媽就是忙她的 就是我們家是酸是治理 就小朋友只要大了 像我國小一年級就會煮飯吃 自己煮自己吃的 自己煮飯吃 對 然後來到這邊以後 結果看到媽媽 我老公今年已經四十幾歲了 要是我不在家 他吃的飯還是我媽媽在煮 妳覺得很不可思議 對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在他身上就看到說 一個女人其實還可以做成這樣子 真的是還滿不簡單的啦 很甘苦喔 對 那麼就是小孩已經很大了 但是還是都把他當小孩啦 然後他不只小孩子 連孫子也一起顧 也要照顧是不是 對啊 有時候連我也要一起顧 所以就覺得說 媽媽就是對這個家的付出 非常非常的多 以後就是要是有機會的話 就是可以 他要做的工作可以的話 我都想把他攬下來做 然後讓他可以更輕鬆一點 因為人生已經過那麼久了 希望他的跟我陪伴我的生活的時候 比較不要那麼辛苦 可以享受到 阿嬤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很甘心 很甘心 這個媳婦有交錯耶 有啊 這個媳婦很好 這不簡單的 以前是這樣生化出來 這樣看得到 很人份啦 再來吃什麼都學了 台語啊 學得這麼年重 台語 不簡單 練到做電視耶 是在電頭髮很老的 電頭髮啊 阿嬤可以電頭髮喔 他在電頭髮啊 我本身做美髮的 做美髮 做頭髮啦 做頭髮的喔 對... 做得... 你還會從哪裡來 起到高家來做頭髮 對... 講好... 好... 那我們問孟英好了 對... 在外婆婆那邊 有學到什麼東西嗎 除了台語之外 一樣耶 我覺得... 我覺得啦 我們家很傳統啊 像... 以前... 像我婆婆是很傳統的女性啦 很吃苦 很努力 都是想一直要做做做 都是... 她都是把這個家照顧得很好啦 她從小都是... 增腳人嘛 去過孫子啦 去做工具啦 然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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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現在身體... 身體也不是說很好啦 就是... 老人家又有病... 病痛什麼都會有 不... 她也想要去做工具喔 她去跟人家搭 滿地啊 不然我們那個... 原來現在不是很多那個... 流丁 不然去跟人家搭流丁 不然去跟人家搭流丁 對... 像現在不是... 冬天不是有說... 寒流回來嘛 寒流回來... 四點半...三點半... 人家說... 欸... 媽妳做工具妳不要再出門好嗎 結果... 三點五四點五... 人家在看妳頭頭出去了 喔... 阿嬤不通了喔 你去做... 我自己去做... 我自己去做... 看妳這樣做喔 她很感心 不...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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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腳踏不錯了 真的啊 她自己也有成就感 對... 所以台灣理性都是這樣子 做到慣勢啦 教到台灣都是要這樣 佛婆那麼健談 你們會不會覺得在佛婆旁邊 感覺很... 快樂之類的嗎 妳一直在笑 她怎麼說快樂 剛開始就聽她一直講... 一直講... 因為我已經嫁過來九年了 我老公前一段時間跟我抱怨 他說... 妳也一直... 所以妳也學了是不是 妳也會被傳染了 一直...一直在... 水水涼... 水水涼... 對吧 水水涼... 水水涼... 所以妳學了媽媽的水水涼嗎 孟姻... 孟姻也是... 孟姻也是... 我有... 也是... 孟姻在她涼啦 孟姻妳怎麼學到我媽媽這樣 可以水水涼... 水水涼... 多一個水水涼 媽媽也不錯 因為我們兩家媽媽沒有那麼甜 真的喔 我媽都放給我們隨便 那妳對妳自己的小孩呢 妳的教養態度有沒有 稍微有一些調整自己的感覺 我可能會取中間段 所以比較厚重一點 因為假如她那個什麼太超過的話 就會稍微練一下 但是練完以後會想說 對 不要一直練 她以後老了就變這樣子 就會控制不住對不對 對 因為有時候也很可愛啦 有時候也是可愛的嘛 那有她的可愛的地方 那我問妳們在生活過... 就是當中的時候 有沒有不適應的事情呢 所以覺得到現在 都沒辦法適應 不適應 不適應 嫁來台灣的她們 究竟還有什麼不能適應的呢 我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要是假如是我妹在嫁過來 都是一個人來幫妳 我想說 以她這麼勤勞 又顧家 然後又孝順 這樣子來的話 我們兩個一起 不過應該很快就可以過好日子了 所以不能讓我妹知道 因為我妹現在在山上擱筍子一邊擱一邊嘛 哈哈 對 到現在 都沒辦法適應 還敢搖... 還敢搖 不適應 不是 是還好耶 因為怎麼講 因為假妳有其實 妳心裡面有什麼不舒服 就覺得說跟合不來的 或是一樣的話 因為我們家也生兩個男生 我在想說 要以後我做婆婆的話 可能也會這樣 所以就會以那種心態去轉換 通理心啊 對啊 就比較不會有別的想法 就覺得這一切都是合理化 因為以後說不一定 我比較更慘 一定學到 一定被傳染了 像說自己的兵 大家比較厲害了對不對 對 所以 又還好 還好 那孟英怎麼想 其實也是還好 但是我最不適應是那個天氣 天氣 台灣的天氣 對 印尼是那個熱帶國家 一整年都在很熱 一整年是很熱 二十幾度以上 然後現在冬天的時候 超冷的 超冷的 剛開始過來 現在是寒流的時候 你們皮皮抓了 很冷很冷 像剛開始過來的時候 前幾年 就是那個皮膚那個毛細孔都會裂開 會流血 太冷了 太冷了 看他們這兩對的婆媳 你有沒有給他們什麼建議 其實我會覺得說 在我們雲林 有雲林的那個所謂的區域的生活文化 那進來這個家庭 因為像老一輩的 你那個觀念是比較固著的 你說你要去跟它改變 可能會有很大的困難 那如果說人在環境中 你進來了以後 你如果要在這個地方 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 心態可能要轉換 然後去適應 去適應 所以我們這樣的角度 就是一直在協助他們適應 適應這樣的一個生活 其實那個過程裡面 我聽到很多新住民姐妹 她們過來她一直跟我談 她會覺得說 她們那時候要嫁過來之前 她們懷抱的是一個不一樣的 心態 對 那種憧憬 可是一旦過來以後 那個真的 那個剛開始的落差很大 那一段時間 剛開始的那個調適期 真的很難過 很難熬 所以那個階段 我們會有很多的陪伴進來 讓她可以慢慢去適應 有些人真的就是 還是沒辦法適應 因為雲林又是一個農業線 就是比較純樸的 那個觀念就是 有時候我們的婆婆 她會認為說 我一輩子就是這樣過來 我都可以 我可以這樣過來 你也可以 也是 人生難得的緣分 對啊 真的難得 不同的國家都合在一起 對 所以你看到她們在生命中 所發揮的韌性 然後跟婆媳可以相處得這麼融洽 你看了你打從心裡面 就覺得很...感到很溫馨 很感動 而且感覺她們很樂樂 對 很感動這樣 真新鮮啦 阿嵩 很新鮮的啦 你多這麼兩個女孩 很好 對嗎 怎麼這麼剛好啊 對嗎... 對嗎... 就是姊妹又變當勢 對 兄弟又變了 她就沒有... 她就沒有欠我散 她才會介紹她 她很認分 對 很認分 有很愛 有很愛我們郭客這個地方 對嗎 對 最好有說介紹自己的姊妹 對 不然妳那時候 為什麼要介紹自己的妹妹 因為我就過來的時候 看到我們家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家全部都是男生居多 就我婆婆一個人 因為看她就早做到晚 然後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但是家裡面的人 好像男生覺得理所當然 沒有半點那個感激的心 而且就是跟公公... 你們家的男人是怎麼了 他們都在 然後跟公公都沒有很好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女人好可憐 阿桑妳貼伍啊 貼伍啊 她剛剛抓了她一下手 沒有 她等一下會剪掉 好 妳繼續 因為她... 我就覺得說 這麼一個女人 人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 可以生存 很不簡單 而且我過來的時候 她沒有說 像我還沒嫁的時候 我就聽我朋友有在講說 台灣的婆婆喔 很兇喔 對 什麼都要過來 對 所以剛開始來 是懷著這個很... 有點怕怕的感覺 怕怕 然後來 看到人的時候就覺得 其實沒有像他們說的 那麼可怕 因為婆婆有她很可愛 就是對這個家 這麼盛量的付出 因為這個是我沒有看過的女人 因為我們每個女人 都把自己打扮漂亮就好 就為家的話 就是有工作就做 但是不會像她 又工作還要顧家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 要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要是假如是我妹在家過來的話 都會一個人來幫妳 喔 我懂 我妹妹過來的話 因為我妹妹很孝順 而且很勤勞 我們家的傳統都差不多 因為都還滿勤勞的 所以我想說 以她這麼勤勞又顧家 然後又孝順 這樣子來的話 我們兩個一起 我婆應該很快 就可以過好日子了 喔 也是為婆婆好 對 因為她讓我感動 阿桑妳聽到嗎 她剛才說的妳聽到嗎 她剛才說的妳聽到嗎 妳聽到嗎 聽到嗎 沒什麼聽到啦 她的意思是說 我跟她問說是怎麼樣 會介紹自己的妹妹 嫁來這裡 她說喔 看妳很累 很辛苦 這樣喔 風景啊 風景啊 風景自己的老公啦 福西自己的家裡 大歲行事 很辛苦 她自己坐人的腳踏 不夠命 再奔一下自己的腳踏 來幫妳倒三天 這樣喔 對 她也要帶一天 讓妳比較輕巧 這樣喔 對 人家安心了 對 對 對啊 這媳婦是還不得了 這媳婦真好運 對 妳聞起真好運 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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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能讓我妹知道 因為我妹現在在山上割筍子 一邊割一邊罵我 不會 她一定很愛妳 這個媽媽 因為我們山上的筍子實在太多了 至少有四五甲 割木丸 有四五甲筍子 吃割木丸 阿桑 妳怎麼會散 妳四五甲的孫子 孫子不是 怎麼會散 給妳倒露 妳拜託我來割 我幫妳摸一摸 這顆孫子給妳摸 好啊 好啊 不用摸 給妳割就好了 不用摸 妳再來割 好... 吃湯也吃不用怕 對啊 吃孫子也吃不用怕 好啦 有啦 在座的我們所有這個 愛上一家人 全部都上山來割筍子 怕麻煩 是 我幫妳講什麼 麻煩很大隻 真高 吃好 我想要問問看她的 小美啦 孟茵啦 如果讓妳們用一句台語 來對妳的婆婆表達 妳們會用哪一句台語 來告訴她 妳心裡面的感謝 期待 或者是某一種情緒 下段節目 貴美 某音 用台語對琥珀說出心裡的感激 如果讓妳們用一句台語 來對妳的婆婆表達 妳會用哪一句台語 來告訴她 妳心裡面的感謝 期待 或者是某一種情緒 我會跟我媽婆講說 我公布了 我拜託我也很打拼... 她這樣跟我說 我說好 我跟我說好 讓妳更打拼 妳真的很直接 讓妳打拼 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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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讚 這很好奇 那孟茵呢 如果我的話 我可能是會跟我婆婆說 最好不要再... 不要再做工具 一定... 妳幾天才會想要做工具 不要再做工具 應該是可以休息了 阿嬤 對 聽得懂嗎 我出發到無聊 出發到 是 阿嬤來台北找我們出頭 好 郭婷今年開店了 不管是妳就來台北找 我也知道我會比較多 現在知道有 對 我們趕快來找人 來逛逛 歡迎... 很好 好啦 有時間就要玩那裡出頭了 可以啊 看妳趕快煎牛丁啦 沒有牛丁啦 什麼樣子 妳不用煮的啦 不會啦 最適合是很醜味啊 每天都要煮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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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沒煮的啦 醜味醜味啦 對啦... 那如果反過來 阿嬤 妳有什麼話 要對妳這位媳婦說 這樣喔 對 不過就跟妳說 就帶來女兒子啦 就跟蹤蹤蹤蹤蹤啦 她去電腦袋 看到我蓬肺部 什麼 這組她就要幫她倒走 這樣啦 這樣喔 對 像我在那裡有人... 小孩有人帶我去人家煎牛丁啦 是 去做什麼啦 對 那個小美 我每行做啦 那就是... 這樣啦 鬆到一、感謝到一... 那不會啦 關係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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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回去... 走不去就看到了 我覺得我們這一集 妳真的是太多歡樂了 對啦 真的 鬥著我們可樂啦 阿嬤 阿嬤 阿嬤妳有什麼話 要對妳媳婦說 沒有啊 我也是這樣跟她說聲量 她也是試試做 常常她會跟人家亂 亂亂亂亂亂亂 亂亂亂亂亂亂 亂亂亂亂亂亂亂 亂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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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不會 妳不會 我也是對嗎 妳對嗎 妳對嗎... 我不會說什麼 我做人就是這樣 丟定啦 真丟定 從今天就是丟定啦 沒有啊 我們前前節目 妳有什麼心來話 要跟妳媳婦說 妳說 妳生意要到了啦 想吃一口豬脾米酸 這樣不用啦 還是要買一個那個... 這個... 香奈娥的包包啦 對 對 有什麼運忙的對妳媳婦說 那在每天都要煮不用買 我是身材功課的 妳看每天都在賣 妳是在... 是啦... 還有量啦 雞腿啦 烤肉啦 什麼都會有 他就在念 阿嬤 我會跟妳家吃啦 我是說喔 妳就這個機會 跟妳媳婦看妳有心內的話 或是有什麼運忙 不然妳可以借錢喔 跟妳老公啊 說老公啊 我其實要一個選手 妳媽送我一個選手 這樣我不會愛 妳不會愛什麼 妳不會愛... 不然媽媽喜歡什麼妳覺得 妳對...妳對她的了解 那我不會愛那個 剛剛說過了 我媽唯一的興趣就是 這個很難改 我賺錢她很多啦 可是妳也希望她能那個... 妳也希望她能享受她 真的 我也希望她可以 能靜下來享受 對 但是她又沒有辦法 對 我當年輕人比較大 會賺一塊都賺四五萬耶 她都賺掉了 對 賺掉了 這樣妳想都賺什麼 妳賺什麼 妳賺什麼東西 對啊 我會不會賺 我會賺掉了 手...手卡拉OK 沒有 不會 還是本就算 沒有 也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時候都賺到哪裡 吃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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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褲 賺醫生 喔 這賺醫生喔 叫醫生賺去喔 對 有湯啦 沒辦法 吃了就要用彈 沒有啊 現在鄉福啊 身體夠好 是不是 是不難拿走身體呢 實在 家遊玩 我們那間有幫她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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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不來啊 沒有喔 不是都是咖哩生啦 不是啦 不是我 不是妳 怎麼了 不是妳喔 我那間喔 做頭老的姊姊給她拿拿拿 這樣我那裡在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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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最後妳看到喔 這個其實 像他們這樣兩隊 根本不用妳輔導了 不是啊 我會像這樣的一個家庭 我會在所謂的賠力的部分 能力提升 所以像說我們這兩位 我們都會去參與所謂的 火雞計畫的那個講師 對 所以說我們是全方位的 我常常跟我們那些 在雲林的外配姐妹 我常常跟她講說 我很幸福 我在雲林縣 我擁有一萬四千多的女兒 這麼多 對 我擁有那麼多的女兒 好 那每個女兒 有每個女兒不同的那個狀況 那對於這樣很好的家庭 我心裡好高興 那高興之餘我會想思考 還有什麼可以讓他們提升的 還有什麼可以讓他們更成長的 那我們就從這個部分來著手 那至於在生活上有一些 需要適應或是有什麼困境的 那我們就是在找資源來幫這些 那我心裡面最大的期許是 我希望說在雲林縣的外配 這些新移民姐妹都能夠像他們 這樣的一個家庭和樂 那我也會想跟他們講一句話說 在這塊土地 盡情的發揮你們的潛能 來適應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當你們在往前走 也許在適應上有一些困境 可能會跌跌撞撞 跌倒的時候 這時候不要怕 不要忘了 我們在你旁邊 我們在你後面 我們在支持你們 我們在陪伴著你們 只要你願意走 絕對會有助力來協助你們 我們大家一起往前走 有這麼一句話 這麼一句話 有這麼樣的督導 還有大家 在雲林縣 其實像這樣的這個潑西黨 應該是不少 真的很難得啦 我覺得... 然後剛剛督導還講到說 裴力讓這個小美啦 或者是孟茵啦 他們更能夠往上提升 小美 對 妳就不用再找第三個妹妹 第二個妹妹再來幫忙 幫大家來 對不對 那孟茵啦 妳就可以讓這個... 讓妳婆婆呢 就不用再去找醫生了 對 對不對 還有錢要開 還有錢要... 不用辛苦的別人 還有送到自己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嗎 可以 OK 好 謝謝各位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謝謝 謝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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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桑你這麼開心喔 阿桑 我們起來了 對 好 這樣有緊張嗎 可以 可以